2021要结束了 确实 你抱着随便甜甜的心态 扫码打开了这份问卷 2021 似乎像个遥远的数字 模糊着 隐匿在记忆深处 平淡 遗憾 坚定 好像都不够准确 抬得看向窗外 2021 直播是由被撕掉的 一张张日历 日复一日的奔波组成的罢了 所以用什么词来总结2021年呢 2021年 生活和学习上 发生了很多不确定的事 家人去世的时候我不在 或许我在的话 他一定不会去世 没有这段时间考证 一直在怀自己的能力 同时情感上 也遇到了很难过的情况 卷累了 有点不知所措 2021年过得很快 快都没有感觉 和之中同学联系 科尔考了五次 和朋友在上海零点多吃海底捞 有说有笑 然后大家一起唠嗑 徒步回酒店 美好与希望并存 孤独与失落同在 生活仍在继续 所有事都这样自然发生了 和前几年也差不多吧 就这样 2021年做了很多之前没做过的事 遇到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拥有很多第一次 虽然大部分都没有达到100%的预期 但也有了非常深刻的收获 选择转学 去南京旅行 考试通过 拿到奖学金 心境和能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一切经历都很值得 节奏变化 太多好事和坏事 永远不知道下一件事好是坏 你看就下一题 新年愿望是很多人年末必做的事情 它代表着对新的一年期待和展望 但其实不做这份问卷 大概也会像很多人一样 肌肉记忆般地打开手机备忘录 起下新年愿望 在钟摆1到12的地方 感叹一年的市区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跨年那天 在北海维州岛的海滩上 和一群陌生人放烟火 倒计时 直播 当初迎接的是2021年 而现在又要迎接2022年 当初的愿望 又完成了几个呢 疫情风效 自己也没有拼尽全力去完成 现在身边的人和环境很好 因为设定了小目标而不断努力着 成长 自省 自律 我得认知 这个追求在变化 那时候的希望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我了 不过 这可能源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刻了 不再是非常莽撞而又充满希望了 更的谦虚也更努力了 抱着对经历的感谢 不管是伤心还是开心 感谢这一年发生在身上的一切 所有的故事 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往哪儿走 往前走 哪里是钱 这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 不管往哪儿走 都是往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